我們可以一次過買光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拆我們的金幣 各位指揮官,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戰傷Punishing 而這條影片會說多一點如何再提升我們的戰力 特別會說一說共鳴這部份 不知道大家的等級到45等級了嗎? 其實遊戲已經一段時間 如果還未45等級的玩家就要加霸境 因為45等級再重複一次 就是可以挑戰我們的資源關卡作戰補給AE-4 可以獲得一些六星的意識 不知道大家已經齊集了嗎? 我先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識組成 而我的意識就是用上一條影片介紹過的漢娜組合 加上三燒效果 達爾文 達爾文就是可以提升每一次消耗球的額外傷害3% 持續4秒時間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的情況 把意識全部推到45等級 尊母也推到45等級 而我們的奶媽或重裝的意識都已經齊集了 例如達芬奇已經製造了4套裝 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製造呢? 這個方法比較平民 以及不需要用到任何課金都可以製造到 就是把我們的意識共鳴 例如這隻漢娜的等級上限已經達到了 我們就可以使用共鳴系統 共鳴系統就是把我們同一樣的意識吃掉 就可以提升籃球的等級 換句話來說 我們有6個意識位置 所以我們額外要多準備12張卡 是用來共鳴使用 如果大家覺得要多拆12張6星卡 是很困難的事 我可以跟大家說其實是很簡單 就好像剛開始說 我們只要開通了AE-4的關卡 就會獲得6星的意識 可能大家打關卡是獲得不到一些相同6星的意識 但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去換取我們相同的意識 按倉庫 意識 將我們沒有用的6星意識分解 除了我們可以獲得 強化意識的道具 以及金幣之外 其實還可以獲得6星意識的碎片 按分解 然後可以回到商店 分解商店會有武器 以及6星意識 如果大家要共鳴武器 我覺得成本比較貴 因為要抽彈池才可以獲得6星的武器 而有6星的武器才可以獲得共鳴 所以我個人不太建議去共鳴6星的武器 除非大家願意課金 不然你要把武器共鳴 其實也有一定的難度 我會用6星意識這個方法 然後選擇相關的漢男 然後選擇相關的6星意識 所以分解3張6星意識 可以換到1張相同的6星意識 就可以換到1張相同的6星意識 然後換到之後 我會按相關角色 再按剛剛這張漢男 共鳴 點選剛剛兌換的漢娜 然後開始共鳴 開始共鳴之前有技能預覽 會看到不同技能 例如QTE技能 核心被動技 職業技能等等 強化攻擊力都有 開始共鳴 我們就會使用新技能 如此類推 如果大家覺得相關技能吸引 我們就可以額外使用 使用到覺得這個技能有用 如果大家覺得籃球不喜歡 當然可以繼續使用 但在資源情況有限 我建議大家把這六張卡共鳴 然後有多的先使用共鳴屬性 比較是化算 如果你其他QTE角色都未齊意識 我寧願把意識成本 拆在其他QTE角色身上 再慢慢提升主師的共鳴屬性 會比較實際 除了提升意識外 我會利用他的意識組合 方便大家去保存現有這個組合 假設性 我有時候主力會用了第二隻 我便會使用這個方法 假設第二隻的 按裝備 我便可以抽取所有相關的意識 到第二隻角色上 QTE同一原理 我想用第二隻角色做QTE 都會用這個方法 裝備到其他角色上 個人覺得這個方法很方便 幫助大家可以整理到大家想要的意識 當然除了我們用分解商店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回 遊戲裡面的硬幣來購買 而另外我會把一些沒有用的四星意識 拿去分解 五星的也會拿去分解 分解完四星和五星的意識 有什麼用呢 都是去回你的商店 可以買回相關的意識 而四星的意識 除了可以換回相關的四星意識之外 就是可以換武器的素材 最重要是遊戲缺的就是金幣 我們可以一次過買光 可以換回相關的 大家看到我們的金幣突然間暴障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拆我們的金幣 以及如何使用到四星和五星的資源 當我們又有四星和五星的資源 又拿去分解 因為我們也可以賺到金幣 以及四星的意識 我們有四星的意識 又是做同一樣東西 又是拿去分解 然後 我就會去回分解商店 又再去換金幣 再換幾個五星的意識 又再倉庫 又再分解 又有三個四星的意識 除非大家還未升上我們的意識 就需要留下四星意識,用來強化意識使用 如果大家已經有足夠等級或升滿了意識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測試金幣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理解究竟我們還有什麼戰力提升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